我们这是用水盘 现在水盘这次来水盘就说要漏掉 就知道它水盘出来 普利镇西门里因为自来水管县老旧 时有破管情形发生 导致民生用水不稳定的情况 又鉴于此 日前立委马文君以及县议员黄石芳服务处 特别邀请到自来水公司到现场会刊 针对西门里中正三路老旧水管部分 进行态换 以改善西门里自来水水压不稳的问题 我们本来口径本来是四英字来说 有可能这次两英字半是三英字变世了 所以导致它的水量没得整条正三路的人 县议员黄石芳服务处助理黄志学表示 在经过林长里长反应后 服务处也特别请马文君立委邀请自来水公司到现场会刊 也感谢自来水公司魏主任 云诺改善老旧管线 让西门里中正三路的居民用水能够更方便 马委员和市府民众经常来我们中正三路看这些水 因为平常水压这里都特别感觉不够 水压很够 所以经过委员政策 马文君立法委员争取 含南自来水公司魏主任来这些现场贡猜 经过这里很多林长包括民众经常 魏主任有大名630米来欢心 我相信欢心以后 就能动很多我们这些基民可以用水 不用用水几口 副议长叛逸权感谢马立委的用心 也感谢自来水公司能够允诺改善太旧老旧的管线 让居民用水不必再保守水压不足的问题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